中止每年季后总会出现一波释出潮 今年各中止球团也陆续公布 释出与不续约的教练跟球员名单 像是阿美族的林依杰 还有卢绍宇 王建勋 郭建瑜 都被中信兄弟释出 黄世豪 许明杰则转任一军教练 陈志宏则是转任二军教练 另外同一是释出阿美族郭戴琪 林家伟 郭军又刘玉成 涂上勋则转任教练 郭洪志则是不续约 而福本汉将则是释出 嘎那嘎那部族的燃绍白 许文真 南米国桃源队则是要等到 12月2号公布所有名单 当中可以看到有不少球员 提前转到教练卡位 身为球评也是资深教练的 郑行生认为 球员转换教练身份 心态调试很重要 球团它的一个考量 也没有所谓的教练团是一个年轻化 突然之间由球员转换成教练 因为有一件事情不见了 也就是说你在突然一夜之间掌声不见了 那你如何去调试你的心情 你接下来就是服务球队 然后带领球队 那个其实他跟球员教练 他是完全不同领域的 职业棒球不能打一辈子 球团会考量球员战斗力 体能等各方面能力 因此郑先生建议球员们 及早做好人生规划 换个跑道留住舞台 四处的名单里面 当然也有包括整个教练团的 这样的一个被解聘 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职业运动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生态 球员他们必须自己 要有一套的一个想法 就是当你达到一个成绩 或是你的体力 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一些思考 跟你的未来的一个规划 这话职棒是许多球员的 梦想殿堂 但球场上没有精进自己能力 打出家机跟价值 职棒生涯恐难延续 尤其新人背出情况之下 老将提前面对离职 炒的机会也会增加 就在露露心主虎口 采访不到